哈喽大家好我是MASTERZO 欢迎去收看我们今天的inspector gadget 寻散gadget的玩具测评 那么今天我们测评的话 是这个腿部可以伸长 那么这款的话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玩具 因为这个inspector gadget 它的这个特点的话 就是可以把胳膊和腿进行一个伸长 那么也在动画里面经常的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是一个全新品 这边的话是已经拆封的玩具 我们待会分别来看 我们现在看这个纸品部分 那么这个玩具的名称的话 是这个expanding leg 是可以把这个腿部伸长的 配件的话也是非常的丰富 有这么一个长的雪橇和这个溜冰鞋 还有两个这个这个雪橇棒 好然后里边的话呢 是这个穿着这个浅蓝色服装的 inspector gadget 由这个tiger公司进行一个出品 我们来看一下后方 那么后方的话 依然首先有一个全物品的介绍 购引小朋友们去购买所有的这个玩具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有一个安全小提示 叫做这个keys It's okay to have your own feelings Talk with a grown-up You trust about a problem Concerned when it seemed too big Remember you never alone So any case please save 告诉孩子们的话呢 你是有自己的想法是很正常的 那么你可以跟你的这个成人啊 这个父母进行一个沟通 你的问题和一些你的担心 当这些问题的担心变得很很很大 很严重的时候 那么永远记住 你呢 不是一个孤单的一个个体呀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示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全新品 我们来看一下个玩具 怎么来玩 好 那么玩具的话就在这里了 那么他的话呢 这是一个穿着这个淡蓝色衣服的inspector gadget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已经把这个配件装在身上 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这个在滑雪的时候一个小装备啊 那么可以看到还是比较的还原 这个地方的话可以在手部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拿握 那么模仿一个在这个滑雪时候的桥段 好的 那么下方的话呢 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雪橇啊 那么下方的话可以把它打下来看一下 是有两个这个小球可以把它这个安放于这个腿部的下方啊 那个脚部的话这个地方有一个两个小孔 可以把正好把它插卧于这里 好的 那么我们先把它拿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这个机关啊 因为这个玩具的这个卖点的话 就是这个脚可以把它伸出来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也拿下来 那么这边的话也是这样 好的 那么他的话呢 这个腿部的话呢 这个脚部可以把它伸长 那么他的这个出发点的话是在这个地方 到我们按下去的时候 这个腿是可以把它伸长的 这边的话呢 也是这样啊 我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是一个脚高的这个inspector gadget了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小配件 就是一个这个溜冰鞋 把它放在这个脚部啊 那么进行一个向前的一个快速的行进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就像是这样啊 那么是可以非常顺滑的进行一个滑动 那么平时这样摆放的话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这个inspector gadget的话 它是每一个玩具 这个大衣颜色不一样 每一个玩具的话有不同的机关道具啊 第一我觉得是 其实这样也挺好玩的 那么第二的话也是一个骗钱的方式 其实你完全可以把这个胳膊可动啊 这个脚部啊 包括头部啊 这个都给放到一举 但是的话呢 这样的话是只能卖一个玩具的对比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以一下卖这个不同的玩具啊 所以说这也是也是一个他的一个很坏的一点 好了 我们可以把它再次收回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呢 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可玩性啊 那把它的话呢 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同时打开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可动性 头部的话有这样一个可动 没有问题 那么手部的话呢 可以进行个大绕环轴部没有任何的可动 腰部的话呢 也有可动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腿部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前后的移动 当然主要的卖点的话 就是它腿部的这个机关了 好 那你不太记得叫我录道的全世界人手 我们在我们的频道中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